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腓立比书的四章的20到23节 题目是腓立比书的问安与结语 腓立比书四章20节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凯撒家里的人 特特地问你们的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 到了这里 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也到了要收尾的时候了 他在感谢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他的馈赠时 称他们能够馈赠 就成了极美的香气 这是用圣殿里香炉的香 烟气上腾 如香气上到神所在的天上去 是为神所喜悦的 因此以佛所的弟兄姐妹们 具用他们合神心意的行为 成了神所喜悦的祭物 祭物既然已经献上了 那么在这里就有荣耀了 这荣耀当然就是应该当归于神的 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 能够成就出任何美好的事 都是要感谢神将我们塑造为如此 因为我们乃是他手中的工作 是他将我们造成如今的模样 可以行出善事来 神的大手支撑了这个世界的运转 他不仅仅是创造了万物与我们 也拣选了其中的某些人 既然说是拣选 那就不是全部的人都被拣选 然后在被造的基础上 神再进一步的塑造了被拣选的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圣洁 并叫我们能够行善 也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事 括号就是好事 神的拣选自然并不是拣选所有的人 但是在多数的世代 也不是像在挪亚时代那样子 神的拣选那时仅仅限于一家八口人 在我们的世代 在保罗那个世代 神的拣选都是临到许多人的身上 在这里面有犹太人 有撒玛利亚人 也有当时的外邦人 也就是罗马人 而在这些同样被拣选的选民们 会进行一个共同的相互的互动 那就是问安的开始 到彼此关爱 有的时候因为地缘的阻隔 时间的限制 问安也就是致敬 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在这里 在保罗的每一封书信中 都会有彼此问安的句子 保罗向受信人问安 也就是向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问安 也就是致敬的意思 不但是保罗向受信人的问安 也在保罗身边的弟兄们 括号就是众圣徒 也要趁这个难得的机会 向远地的受信的弟兄姐妹们问安 比较特别的是 保罗特别提到 在凯撒家里 括号的圣徒 也向他们问安 是的 虽然中文和合本是说 在凯撒家中的人问你们安 但是从原文中 我们可以轻易地看见 这是指凯撒家中的圣徒 也就是说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当然 我想读中文和合本的人 也不会产生其他的误解才对 都知道那就是所指的 就是在凯撒家中的基督徒 这就是说 保罗此时已经将基督教的信仰 传入凯撒的家中 这个凯撒家族也就是 当今罗马帝国的帝王之家 保罗是被抓来关押等候审判的 为此还特别派出了 进军当中的军事来看守他 这里面的军事有许多都是贵族出身 这也包括了帝王的家的 他们的后进们 括号 他们应该会特别的忠心于王主 那这个真是史料不及的发展 皇帝虽然是反对基督教的 括号就是当时尼路王 但是帝王家中的人 却有信耶稣的 可见这信仰是真实的 并且是大有能力的 相信收到这样的问安与致敬的 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 定当是更加的感到慰藉了 他们对保罗的支持 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 现在已经结出了奇妙的果子来了 我相信收到这样的问安 在腓立比教会当中 独信的弟兄姐妹们 必定是想起一阵欢呼 不但是他们要欢呼快乐 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恩 也必定如保罗所说的 会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 我们也要常常纪念这恩 我们在这里查考腓立比书 也就到此为止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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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